美国空军和海军 迫使后车紧急机动避免发生碰撞 虽然长度只有40秒左右 但是让人感觉惊险刺激 在这一事情曝光出来之后没多久 就有网友表示 虽然不知道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但是从这件事的细节上判断 苏尔7之所以会去挤F-15 很可能是因为F-15太接近一架 运送官员的俄罗斯飞机 不仅如此 一位俄罗斯军事专家的观点也不尽苟同 俄罗斯的飞行员不会主动攻击 但对于侵犯俄罗斯领空的其他国家的飞机是零容忍 苏尔7从右侧压制F-15 是为了让他明白不要在俄罗斯领空搞事 此外 俄罗斯这款苏尔7战机服役时间已经超过20年 而美军F-15虽然服役时间也长 但是保养很好 所以说苏尔7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还是毫无畏惧面对美军搞事战机 让人感叹真不愧是战斗民族 实际上俄罗斯和美国的战机亲密接触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去年 由俄罗斯飞行员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苏-35通过光剑系统锁定了F-22 这件事对美军飞行员都造成了很大心理压力 值得一提 一般按照国际惯例 低控飞行的战机都会尽可能避开其他国家的舰船 不仅是为了表示尊重 也是为了确保双方的安全 当然遇到特殊情况 几方战机也会对射式军舰发出距离信号 在这一点上 就是俄罗斯飞行员胆子最大 不仅会从战机上方 不超过十米距离的地方飞过 而且更令军舰胆寒的是 俄罗斯飞行员会采用更具危险性的模拟攻击 曾经像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军舰 也和俄罗斯战机这样亲密接触过 有专业人士指出 在国家安全上的一张 只会让其他国家认为你更好欺负 有意思的是 美军士兵对俄罗斯飞行员都一脸敬畏表示 他们经常忘了自己开的是飞机 俄罗斯飞行员这种既顾全大局 又保证自己国家利益的行为 值得美军学习